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展 欢迎来到今天的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4月14日星期日 现在的气温是26度 最高的气温是32度 今天是阳光普照 高空反气船会在未来一两天 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 香港到中期的时候 即是星期三左右 会有几阵骤雨 姐姐昨天去了澳门 其实也有拍了一些东西 可能到期时剪剪卖卖 出一段五分钟、六分钟的影片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其实都是去等于拿个奖 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严肃的讲坛 我自己都看着扮 把这些精华展给大家看一看 好了 去和大家看一看新闻 在澳洲色尼东部一个购物中心 在昨天4月13日发生了 多人被刀刺伤的袭击案 死伤人数就去到7个人 甚至乎有些人形容就是说 这个就是荷里活广场案件的加强版 那名男儿犯已经被一名女警击毙 当局暂时未有透露疑空的身份 只是说这个人根据警方所知 40岁单独犯案 暂时未清楚究竟他有什么动机 警方在下午3点30分接报到场 一名女警在商场中追踪到这个犯 最后女警就接触他 当那名男子想襲击的时候 一枪弊命结束了这一场的襲击 相当之恐怖 也有一位妈妈 用肉身去抵挡 希望能够保护自己身上的BB 不过那个BB暂时情况都是危残的 希望能够大步捞过 不知为什么 世界突然之间就多了这些 单独做事的案件 毫无任何理由毫无任何原因 真是可怕 下一单新闻 以色列的传媒在昨天报导就说 由数十架伊朗发射出来的无人机正在飞去以色列 在预计导弹抵达以色列境内的时间 在接近香港现在早上7点的时候 英美媒体都报导就说 在耶路撒冷警报声大作 半空也出现了爆炸声 由于这件事 即是说早上7点多 其实就是等于 现在的一两个钟头之前 所以暂时都是有很多情况 是未明的 究竟又会不会再打仗 又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 需要等到去 可能今天中午 又或者下午的时候 再去和大家更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夜晚6点半 在屯门的九径山 近着警风一带发生了山火 火墙面积大约10米乘15米 消防就说到破旧 直至到 晚上8点48分 就一度停止动员 其后 火势就死灰复燃 直至到晚上11点 更加出现了两条火线 分别是50米和10米 网上的图片就可以见到 九径山一带 火光红红霧出了大量的浓烟 有网民就表示 由疑风院望过去 九径山一带 亦都可以见到火光 甚至乎有火焰 是近迫着山上的电塔 如果又烧到电塔的话 可能到其时全香港电压 又会罩干 到其时又麻烦 到其时又大量转电器 电脑又可能跳一跳 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早上6点 警方接获油麻地 长乐街18号 有人报案 就说 有一名男子 在上子的大厦 遭遇人斩箱 警方和救护车 接报到场 发现了一名19岁的男子 身上有多处刀箱 送院抢救 现场消息就说 这个19岁的男子 在上子的大厦 独自离开的时候 就怀疑 遭到三人埋伏 被人多刀 乱斩 三名兇徒 搭上接应的车 就逃去 现场地下 唯有大量的急救用品 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通常这些 就是三个人 然后还有车逃走的 绝大多数 都是黑帮的事情 根据我看了这么久的新闻的经验 下一单新闻 卫生防护中心 在12号 公布 一名16岁的男子 在泰国的南达岛 中了债卡 和登革业之后 跟着 在昨天公布 跟他同行的 另外一名19岁的男子 都是中了这两只毒 之前都说过 这两个人在泰国玩的时候 多次就被蚊咬 现时 他们的情况 稳定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明天 就是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程教处 在昨天 在他们的 程教学院 举行了开放日 然后 给市民和小学生 参观 了解更多 国家安全的事情 以及 加强学生 外护国家的意识 我昨天出席的 毕业例 其实都算是 和应了 相关的活动 不过 就不是在香港举办 是在澳门举办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 阿Mo 他爸爸 最新一封的代讨讯 就说 经过21个月的治疗 阿Mo 已经达到 一个稳定的阶段 他的肌肉 没有再萎缩 和退化 对于 阿Mo 也是一个 很大的鼓舞 和动力 而他一直 期待前面的手术治疗 之后 四肢可以再动 起来 令人期待 希望 可以尽快康复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年四日的 第二届 香港国际创科展 在昨天揭幕 展览是以 智慧创新 联通世界 为主题 又是在会展 搞 两个展览 合共有3000家 来自20个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商 亦充分 突显了香港作为 国际创科中心的优势 不过这些 和我们普通人 关系不大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房屋协会 在昨天晚上 就说 他们的前行政总裁 王杰隆 小小 对于这件事 表示深切的哀悼 亦都赞扬 他为业界贡献良多 我们 就将会 永远怀念他 另外房协亦都表示 相关的喪离 就将会 低调处理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前海近年 推动区内 主要医疗机构 国际化 建设 我说人话 即是 在深圳前海 今年 就开多了 三间 国际化 医院 盼望 能够用 便宜 靓正 去吸引 香港人 上去看医生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如果你有什么手术要做的话 当然都要看 你信不信得过内地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不是呀 信不过呀 不是呀 现在没得追究 追究不方便 那些 所以这些都是看人 因为有时候 有些手术是说 你下个月不做都没问题 但你会很辛苦 例如说一些 左骨神经痛 又或者是一些 可能胃病 诸如刺吏那些 有时候就是说 你等香港政府 可能等三四年 但内地的话 可能你今天打电话 明天已经有得做 后日 随时已经出院 不过这些 就是等下 我相信等得越来 那些系统越来越成熟 资讯越来越透明 的话 会有更加多香港人 就会选择上去 去内地做手术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九龙城潑水节 在去年 有人 涉及向警员 和记者射水 事后 被控 集警 和普通 集击罪 活动今年 移到 城南道一带的街头 移到 那个叫做 甲丙达道 公园 蓝球场 举行 在现场 可以看到 场内 没有 军装警察 并未重演 有市民向警员 射水的场面 有泰国旅客 就认为 如果能够在街道 举行 就更加有气氛 接着他也分享 原来在泰国 人们会用水枪 装啤酒 护射 气氛 更加欢乐 不过香港 就困难一点 因为 他的活动 有很多小朋友 在 对吗 你这样 搞射啤酒的话 又会有很多人 出来投诉 而且 这么早被小朋友 接触这些事 其实也不太好 好 下一单新闻 第十五届 全国运动会 将在明年11月 举行 是 粤港澳三地首次 联办 香港 将承办 8个竞赛项目 和1个群众项目 原本香港 打算搞滑浪风帆 大家都会想起 李丽山 但是 香港的风速 不稳定 所以 想搞滑浪风帆 都搞不了 最终 以三行 铁人 取代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跟进新闻 之前 在上周四的 晚上7点 一名31岁 姓陈的 邱班 救护 原驾私家车离开的时候 撞车 到了最后 在昨天的夜晚9点33分 就证实不治 这个就惨了 而且是说 他在自己附近那间 救护站 消防局 离开的时候 所以去救他的那群人 都是他的同袍 和同僚 总之就惨惨惨惨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早上6点35分 在油麻地 佐敦道 和上海街 发生了交通意外 一架私家车 撞到一名老翁 老翁 头部受伤 救护人员到场 时 发现 老翁 昏迷不醒 于是 把他送到伊丽莎巴医院抢救 据了解 老翁 在佐敦道 安全岛 等过马路 时 突然之间 暈了 身体向前傾 倒饿了 在快线的位置 期间 一架 Tesla 私家车 在上海街 右转的时候 撞到这名老翁 老翁 重创 然后 被送丸 救治 突然之间 暈一暈 如果他 不是说 躺在快线 可能歪多一点 的话 随时 会没事 有时候 这些 你一个人暈倒 你的位置 都要想清楚 例如说 你感觉到自己暈的时候 都尽量要令自己 躺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才暈 否则 真的突然之间 你都不知道什么事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在今天早上 7点 警方 接报 西贡公众码头 有一名老翁 堕海 老翁获救时 已经陷入昏迷 救护人员 将老翁送到 将军澳医院抢救 现场消息 就说 相信 这名老翁 在海 再浮 再沉 一段时间 才被发现 警方 正在 在调查堕海的原因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秀茂平警区的警员 根据 线报 和深入调查 在昨天的夜晚8点 展开了打击非法药物行动 突击搜查了 牛头角度一个单位 拘捕了一个26岁的女子 行动当中 警方在单位外面 截查了一名 刑绩可疑的女子 在她身上 搜出了40克的非法药物 随后 也搜查这名女子 遭用的单位 最后 检获到36万的非法药物 最后 这个26岁的女子 被人逮捕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 早上6点 警方接报 一名70岁的女子 在屯门加多利湾泳滩海面 再浮再沉 被救起 然后送到屯门医院抢救 今天不知为什么 好像是特别多 那些跌入海的新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北大鱼山医院 揭发了那些 过份打子案 一对夫妇 早前离意 轮流去照顾 3岁的女子 27岁的女子 在昨天接回女子 男方家人 告知 华尔前夫 曾经打过女子 于是 带了女子 到北大鱼山医院 验伤 然后在同晚7点 报案 涉事的女童 没有表面 伤痕 正在 追缺 涉案的 父亲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在上周21号接报 两名青少年人 在长沙环区 分别被一名男子突然之间 襲击 警方就立即进行深入的调查 和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 锁定了疑犯 然后在12号 拘捕了那名60岁的中国籍男子 被捕的男子 另外涉及区内一宗的刑事毁坏 又无端端打人 又刑事毁坏 被捕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天后就发生了爆事案 消息就说 75岁姓王的独居女子 在昨日夜晚外出消遣的时候 直至到今天凌晨时分 回到天后庙道54号的住所 发现近三边的窗户被人叫过 单位亦有被手略的痕迹 朋友送给他的金器 亦都不知所终 怀疑是遭到爆市 于是就报警 警员接报到场 相信财是从大厦后门旁边的杂门 捐过去 还有就是说 那个杂门就很难捐的 除非你说懂得缩骨工那些 所以就是说 这个犯都有他自己的了道 另外 合共是有10万元的金器 和3万元的现金 被这个疑似式缩骨工的财人 就偷走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中环那边 在海滨 又有那些一年两日的音乐节 大家可想而知 这些地方就很high 很high 年轻人就很y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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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小布着 那么小布 在这些地方那么high 少不免会有弱的出现 警方就在里面捉到两名 分别是41和24岁的本地男子 在他们身上就找到合共1700元的药 到了最后就被人拘捕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鸭尼州在昨天就发生了惊险意外 在昨天的下午4点10分 一名的男工 驾驶着游艇去到深湾游艇会入游的时候 在开引擎离开之际 引擎就传出了爆炸 和巨响 男工人就却不及防 烧伤了手 脚和臉 其他的同事见状 就立即报警 救护人员去到现场 37岁姓陈的男伤者 仍然清醒 送到去玛丽医院救治 据了解 他就大约有 三成皮肤烧伤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大角咀 就发生了 有人堕海的惊云 在昨天晚上8点 警方接报就说 在浪程湾对开的海面 在离岸边15-20米处 就怀疑有人形物体飘浮 大批的消防员就接报到场 救护车也有戒备 但是 原来所谓的人形物体 只不过是一些 在海面上飘浮的垃圾 事件当中就无人受伤 最后消防救护和警方 亦都是收队离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有诈骗集团 向商户磨清 需要订购大量的产品 提供偽造的转账记录 要求商户向指定的供应商 代为付款 在商户付款之后 卷款失联 其实这种的骗案 大概在一年前 很多 甚至乎有观众 他不是老板 不过他是其中一个接手的小职员 都跟我分享过 就是说 通常会扮是学校 说我们要订些什么 但是我们学校 就不可以直接联络这些公司 所以 就我给你钱 然后你再帮我 去给钱 这一家的供货商 这样 接着就让人觉得 正啊 我呢 就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做个中间商 就可能赚到你一万几千 这样 但是最后 那些东西全部偽造的 骗了那些公司 就入钱下去 所谓的供货公司 但是 其实那些供货公司 都是自己的 好了 现在这一宗新闻 什么事呢 就说 银行就发现有 不尋常的交易记录 之后报警 警方就拘捕了一名 是作为跑腿 帮手去入支票的42岁男子 相信他就涉及 7宗同类型的案件 商户 合共是损失92万 连同 银行协助 去倒截的损失 相信所有案件加上 总值130万 总之 骗子多了 还有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 就算我怎样积极去看也好 其实我都提不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多区就出现了碰瓷党 一名的男子就被发现 在过去半年间 合共就举报44次的轻微车祸 甚至乎 一日发生两宗的车祸 警方经过调查就发现 有人招揽中学生 就坐他的座驾 车祸后 他们就会 扼清受伤 犯案者就藉着利用司机的内疚感 索取赔偿 初步资料就显示 犯案者就已经向不同司机 索取了大约6万5千元的赔偿金 警方就以涉嫌串谋诈骗 拘捕了11个人 年龄就介乎14至24岁 包括那名24岁的男主佬 和8名中学生 当中有3个人 已经被落案起诉 将会在今天 在粉丽裁判法院提堂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 佐敦道的 华丰大厦三级货 酿成540箱 在昨天 已经是踏入火警的第4天 华丰大厦的 业主立案法团 就安排了佛教团体 去到华丰大厦 进行超渡仪式 在下午的1点半 警方就将 尼敦道往尖沙咀方向 近着尼敦道一段的 曼线封闭 直至到 3点就解封 超渡仪式 在下午2点 开始 现场就 摆满了 鲜果祭品和佛经 等等 由住持带领之下 有多名信众 在场合十诵经 气氛 专严和严肃 期间 住持亦浪读死者的资料 在念经超渡 亦有 普通市民途经 亦有合十去参拜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同样都是华丰大厦三级伙 有居民 经过登记 终终终回到住所 收拾物品 在中午时份 突然传出道士案 说大约有20万的电梯电路板 不逆而非 在中午12点42分 警方接获报案 说 放在华丰大厦天台 两部电梯零件 不见了 总值20万 想不到 在这些时候 还是有老鼠 走来偷 有阵线人 这些邪恶起来 是没有事 这班人做不到 是只有我们想不到 相当之得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9点 在西区的海底隧道 往上环方向出口 有三车箱撞 包括两部的士 和一部的私家车 据报 当时 一架的士和私家车 已经洗离了出口 等待交通灯之际 另外一架的士 收制不及撞向了私家车车尾 令私家车被夹成 零三文治 现场交通受阻 出现了长长车车 亦有市民 落车徒步离开 幸好事件当中 无人受伤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又是交通意外 在昨天早上10点 在上水的彩原路 和宝石湖村的 珊瑚楼对开 有五架车 相撞 包括 5.5吨的货车 私家车 和客货车 幸好车祸当中 没有人受伤 但是 很多碎片 散落一地 所以搞得要封路 要清理路面 好了 还是这些交通意外 最下一单 在昨天的上午9点57分 在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 有8架车箱撞 包括多部的私家车 和的士 其中有司机是不惜的 8架车箱撞的话 昨天肯定就失到爆炸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这单新闻 都可以说是意外 不知道算不算交通意外 不过是极度罕见 一粒俄罗斯的卫星 和一粒美国的卫星 原来在2月底 差点相撞 美国太空总署 NASA近日透露 这两粒卫星 相差距离 不到10米 如果真的不幸相撞 可能会引发 一场危及生命的灾难 可能是说 两粒卫星撞在一起 之后 到时就会有很多 太空垃圾 跌下来地球 甚至乎 那些垃圾 会不会再撞到其他卫星 然后又再跌下来 等于 突然之间 很多东西在天上 倒下来 还有 有美国 有俄罗斯卫星 到时 美国 又会不会去法兰宅 又会不会就是说 你军事入侵我的卫星 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打你 不知道 所以 幸好就没有撞 美国找不到 藉口 就去法兰宅 又不知道在搞什么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建历市世界纪录大传 在4月12号公布 全球最年长的年体雙胞胎 在7号离世 中年62岁 他们在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医院离世 死因没有公布 他们 一共活了62年209天 比起排在第二队的年体英姊妹 就年长9岁 他们基本上就是说 无论做什么 都是在一起 因为 他们是真的没办法离开的 因为他们是说 头部相连 所以就算你说约会 就算你说 他们去跟男性亲热的话 其实就是说 另外一个都必须要在 不过 他们那种的年体方式 不是面对面 不是说两个人一齐看着这边 是说 一个看前 一个看后 所以 相对地生活上 就没那么尴尬 曾经有医学专家估计 他们就只是最多可以活到30岁 但是就估不到 他们的生命力 令外界大跌眼镜 能够活到62岁 也算是这样 因为 连体英 你想想 其实他们可能有些血管 特别是老的那些神经 那些 可能都跟我们常人有些不同 其实能够活到62岁 都相当之厉害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 首批 130名中国籍的诈骗犯 涉嫌 违反了相关法律 从柬埔寨 压戒回到中国 承载着他们的两架 民航包机 降落在湖北的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这是今年以来 中国和柬埔寨 警方组织开展的首批 遣返压戒行动 亦都拉开了两国警方 联合打击这些诈骗犯罪的罪目 相当之非常好 拉鬼人 我都不想再收到垃圾电话 和垃圾电邮走来骗我钱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河北巡黄岛的劳龙园政府通报 在昨天下午 在刘家营乡的桃木林村 发生了船只翻车 导致人员落水事故 经初步核实 事故造成了31人落水 当中救出了25人 有6人失去联络 据了解 这个是31个长者年龄的人 报了一些旅行团 接着 旅行团就包在河里搭船 据了解 船只由当地的渔民所开 接着这次遇险 都是年长者居多 有些人就说 那间旅行社是没有资力的 船都不安全的 亦都没有所谓的救生医 希望国家能够严重相关的部门 好了 最后一单新闻 昨天拍片跟大家说过 内地百万级网红猫一杯 被罚 官方媒体也有发声 就说 这些人为了得到流量 败坏社会的风气 为了流量 不惜制造对立 传播焦虑 挑战底线 激化偏见 另外 这个猫一杯 其实我以前也有看开他的片 一来有美丽 又有少少搞笑 但是他现在是 全网封杀 所以 应该都不会再看到 他有什么新片出现 好了 今集节目 就来到这里 我去到最后 都想说多几句 关于昨天我 尝试新尝试那条片 即是我不出样的那条片 有观众就以为我以后都不出样 不是 只不过是想着 那个系列我就不出样 不过我最后看回就是说 观看数比一般的影片低不少 另外就是说 似乎观众们 都不是对这些影片 不算太大兴趣 因为我看到 就是有不少的观众 是听了少少就走了 那么 我会再想一下 之后会不会再做 同类型话题的影片 还有 我也不介意提早透露 其实我最近又有一些 新的想法 新的idea 不过 万事起头难 现在很多东西 我都仍在脑子 类备着 将来有些什么 真的做到差不多的东西 再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了 今集节目 真的来到这里 大家留言 给多点意见 我啦 好 就这样 待会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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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